在星期四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 俄罗斯否认其与英国毒杀案有任何关联 黑里说这是俄罗斯的典型回应方式 俄罗斯的否认每年都很相似 从克里米亚到马航MH17到乌克兰战争 再到刺杀利特·维年科 类似的势力很多 而曲调都是一样的 不知为何每年都不是俄罗斯干的 但没人信这种话 与此同时美国前诸俄大使迈克福尔在参议院作证说 对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严重受损 但未能让普京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他们没有迫使普京离开叙利亚或乌克兰 这是事实 而且也没能阻止普京的宣传公式 英国安全大臣本华莱士有同样的看法 从他们今天的反应看来 他们不打算改变 普京最近在与芬兰总统会面时表示 美国制裁会适得其反 而且是无意义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美国同僚们 最终会认识到这种政治行为是无用的 我们将展开建设性的合作 但许多美国和欧洲政界人士对此不认可 尽管制裁没有改变普京的行为 有些时候尤其是这次 制裁是对恶劣非法行为的正确的道德的惩罚 华莱士称 俄罗斯政府似乎并不像英国政府那样 关心自己的民众 但他的行为一定受到惩罚 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办法做事 通过精密的方式来确保 英国和国际社会不容忍他们的行为 但我们不会像暴徒一样行事 英国和美国都在考虑 对俄罗斯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 施加新的更加强硬的制裁措施 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